先来看一下这一张 你看一下这个图层 总共这个里面大概有几个物件 或者你看照片也可以啊 有一张泛黄的照片 对不对 然后呢 有正常的照片 还有一个字 跟这个字 所以你看总共 一二三四 是不是四个 这样OK啦 所以总共有四个 所以我们先来处理 先来处理一下 来这边 你已经知道这里 至少要两张图嘛 所以我可不可以用复制的 按着丢到下面来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两层了 这样就两层了 那上面这层先关掉 因为我要先处理下面这一层 好要先处理下面 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地方 下面好像有一点点模糊哦 上面是很清楚的 下面一点点模糊 所以说待会我们这一张 要做一点点模糊 哎 模糊我们也没有用过 在下面这一张 哎 要选对哦 如果你选在这里 眼睛没有开对不对 这里能不能用 眼睛没有开 虾子墨像 不通 所以一定要点到正确 你要处理的那个图层 好 滤器里面 是不是就有一个模糊 至于你要不要用高速模糊 浸菜啦 因为这个模糊就没有说 一定要用哪一种 你可以用比如说 模糊 就很单纯的 变模糊一点点 这个就没有对话方块 如果你想要多一点 它会有什么 智慧型模糊 也可以啊 但是就不要太多了 你可以比较看看 强度强一点 其实通常用那个什么 这个效果没有很明显 我还是用高湿模糊给各位看 我们先用高湿模糊 太多 少一点 好 OK 所以你先做到这边 来 当 你要把它变成像下面这种色调的 有几个方式 有几个方式 一个是当然你可以用我们 有没有学过那个 上色 对不对 色相 把合度 这是一个方法 那如果你不要用这个 有没有其他的 也有 偷懒的可以找 一个面板 来 你看一下 你找到一个叫动作面板 动作面板 那么你们一开始预设 只有这个预设动作而已 我们从右手边 这里 有没有一个影像效果 你把它点一下 你会发现这边就多一个 好 这边就多一个 里面就有很多 它内建送你的效果 这个就比较像那个什么 那个光影魔术手那种感觉 因为那个都已经好了 你只要会play就好了 这个就是它里面动作就是有点像我们在那个光影魔术手里面的批处理 但是这是针对一张做很多动作 它就把它做成一个具体 所以你下次按play就完成了 比如说如果我要老旧照片的效果 我点到它 我针对那一张我先选好 下面有没有一个play play下去 这样就做好 那其实它里面的动作你看哦 就这么多 可以了解那意思了吗 它内建其实也有送你一些 那这个东西外面有人在卖的 就是有人把它做好变成就是说在卖这样子 所以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 来画面还给你 找到那个 如果你刚刚没有做模糊也可以啦 因为它本身在这个动作里面就有多一点模糊了 它有多一点点 你看它有帮你加污点跟刮痕 这样会比较像 好OK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哦 现在这样好了就OK啦 再来就要准备上面那一张了 对不对 你看它做完了是不是多了好几层 多了好几层哦 那我们现在把上面打开 这一层是不是还OK的 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哦 这里打开它 那我能不能选这样的范围 选这样的范围 要怎么选啊 你觉得用什么工具比较好选 我们也没有什么工具一选就是这个形状的 矩形 可是矩形是这样子啊 这样啊 选举区能不能旋转 我们可以缩放当然就可以旋转 好所以你不要太贴了 说我要用那个 要用钢笔工具 因为这样用钢笔工具不是说不行 而是说你画出来的可能要四四方方的机会比较 小对不对 假设我是要四四方方的那当然用这个就不好用 所以我来这边是用矩形的 你可以来这边把它一个范围选起来 选好了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选曲区里面是不是就有一个变形 变形选曲区 你看在点上面是缩放 在里面是移动 在点的外面是就变旋转 转一个可以吗 那我就可以把它确定了 那么请问你现在是要里面还是要外面 要里面 其实你也可以这样做 点了 等一下 我这个图层做错了 我先还原一下 我应该针对上面这一层吧 对不对 针对上面这一层做下去 要不要 这样了解 所以那个选曲区 其实你还是要稍微用一下它会旋转 来画面还给你 现在要用就是在旁边是不是要加一个框框 好加一个框框 那么在Photoshop里面 我们现在图层面板 这个是不是用过了 对不对 这个也会了 这个也会了 这个 不用讲也会 因为看图说故事对垃圾桶丢掉就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这个 F5有没有 F的话它叫做特效啦 图层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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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从这边来 你点一下 其实像我们一般最基本的你要产生什么阴影啊什么 就用这个就可以了 用这个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要的就是一个叫笔画 所谓的笔画就会在什么 它的这个范围外面画框框 好 画框框 这叫笔画 你看我把它点下去 好 预设是红色的 三个像素 有没有 那这个我要白色嘛 所以我就选择 我要一个白色的 然后呢 尺寸大一点 这样太大 这样可以接受吗 好 当然它这个外面 就不是视角的 好 这不是视角的 所以 你如果要做成跟这个样子 可能就是要自己 用画的 我们现在这种图成样式是比较简单 就是它自动在外面加一个框框而已 还加一个框框 那这个你参考 如果你 你看它画的外 预设位置是外部 就像现在图像的外面 图片的外面 如果你是在内部 看起来会是四方形的 因为它是画在里面 我本来的图片不就四四方方的吗 然后它又往里面画 你了解我意思了吗 刚刚预设外部是往外画吗 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 可以像这样子 那当然有的人它会透过什么 这样子做不一样的效果 这个 可能要我看一下 变暗变量 这个大概差异比较大 比较小 变暗 我等一下再调一下那个效果好了 原则上你先参考一下 就这样 画面还给你 就是类似像这样效果 它有的会就是 这边就压的压底图 有点这样压 它不见的是实框 那这个就是透过什么 混合模式 你有没有觉得看到这个有点熟悉 因为这个 好像是我们图层里面的这个 有没有 因为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在做效果的时候 它加进来的时候 顺便把那个图层样式套进来 好 所以你可以自己决定 如果你是正常 那么当然你选什么颜色 就是什么颜色 好 那还有就是不透明度 我刚刚有调那个不透明度 好 不透明度的一个 如果你完全不透明 就黑色的 对不对 好 那这个 我还是先暂时用跟各位一样的 这样就OK 那你可以发现 有加了之后 它有跟人家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看清楚 有没有发现 后面有一个F 这个就是表示说 这个图层 有套用图层样式 好 那 如果你想要 你这里可以打开 点一下 有没有看到 效果就出来了 如果你想暂时把它关掉 你可以把笔画眼睛关掉 那就恢复原来的 可是你想要的时候就可以再丢出来 万一不想要这个效果行不行 可以 按着它 丢到垃圾桶 我是按着这个 笔画 丢到垃圾桶 它就消失掉了 这样OK 所以你的调整 大致上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最后 打字 有没有不会的 一个字 两个字 应该还好吧 对不对 打字你可以打完 是不是可以做那个旋转 我们刚刚变形 变形可以稍微转一下 你可以先试看看 那我等一下再做 来